我们下面染叶子 这个叶子啊 用那个淡沫 用淡沫慢慢染 这是我刚才染了一下这个啊 现在开始染这个 看看啊 淡沫 用淡沫染 因为我们没够线嘛 我这个没够线 叶子也没够 这是底下渗出来 底下透过来 这个捐呢 就是 那个染这个的时候 因为它不像纸啊 它不太愿感 所以说这个捐 那还有笔呢 也特别容易把它 染色带走了 所以就来慢慢的 别着急 慢慢的染 你就慢慢的 轻轻的 主要是轻 轻点落这个笔 要不就把那种墨 就多带走 叶子也是用纷染的办法 这个叶子呢 这个叶子呢是中间深 就把它整深 就染的就深一些 这个啊 不太好染的就是 别着急 慢慢来 这个东西就是一遍一遍的染 一遍不行 两遍 两遍不行 三遍 不要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 太深了 就不好了 这个就有点深了 像我刚才这一笔 半天没染这一笔 有点重 还是根不重 让它根不重 清洗笔 尽量染匀 不能也没关系 你等到第二遍 就再来两遍就匀了 好了 尽量一遍染匀 是最好的 这个就第一个叶子 燃料的比就是有墨的那个比 水分少一点 这个燃料的比水分多一点 不是 那个水比啊 水分多一点 燃料的比水分少一点 这样呢 染出来这个东西呢 你就好往外分染呢 要不然拽不出来 这是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呢 就是因为它中间鼓出来了 所以应该是两边深 根部深和两边深点 那个中间呢 就浅一些 因为这个叶子是中间鼓出来的嘛 给色的时候呢 就在边上给 中间深的呢 就在中间给 这样的呢 这个中间就深了嘛 就是给燃料的时候 但是呢 就是这个花 这块的阴影部分 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地方 还是要深点 因为这个花瓣嘛 把这个叶子盖上了 所以它这个根前就 深一点 就让它边深 中间是亮光 这叶子就 立体感就出来了 人家鼓起来了 是不是 就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呢 就是在 也是花瓣根的地方 深一些 这样子 因为没画线呢 所以就是 这个没勾 没勾线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把那个线 就是你画这个的时候 一定把这个线交得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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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是个反叶 咱们染这个正叶的时候 就是靠反叶这个边缘的 让它重一些 因为它这个叶子一翻过来以后 就是把前面这个就盖上了 所以叶子根底下这个地方就 就深嘛颜色 稍微就深一点 就这样就出来了 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是反叶 这是这是正叶 所以这块呢就让它重一些 这个是个阴阳部分 还有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呢 就是应该一半一半演 它叶子大 你一半一半的进行 分燃 就是单磨第一遍的时候 一定不能让它染中 我的速度呢 还不能太慢了 太慢了以后 你留下笔痕 居然还好 居然比那个纸好多了 纸的笔痕就留得特别厉害 好 那边呢 等它干一点 完了再染 要不然呢 就是你现在就直接染 它就串过来了 颜色就串过来 一般染这个的时候 还是应该隔跳的染 对 省着它串呢 要不然染上 串到别的上面去 这还得按一下呢 要不然它就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纸的 那个 卷的那个面 离开 这样 边缘的地方 一定把它染齐了 因为我们没勾线 所以你蜡线 你要是不圆的话 就不好看 所以就必须得给它 边弄整齐的 就是当线用 这些都这么染 就一个叶子 一个叶子呢 都是 都用这种办法 把它染 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也是这种的 你看 中间是鼓的 所以这个叶子呢 你要下笔的时候 给色的时候 就得贴到外边缘给 找到外边缘 稍微重一点 外边缘重一点 里头呢 就浅 这样就能看出来 它是 它这个叶子呢 就是 中间是鼓的 有立体感 这个也是 那半了 叶子也先不画 因为这个 画上也行 就是注意点 你看就这样的 你就注意点 你把这边 混过来就行 它因为中间 是把淡的嘛 可以 可以这么染过来 画一定画出 它的立体感 你就得去 好好的观察 观察这个叶子形状 它是什么样的形状 你就观察好了以后 再染 所以这些叶子 都是用这一种方法 都用这种方法 把它染完 就可以了 如果 一般的这个叶子 都是染 两到三遍嘛 我一般都是三遍四遍 你自己觉得 这个颜色到位了 你就可以不染